姜维一生发动大的北伐战役11次 时间跨度达22年之久 第一次北伐姜维进至强中 郭怀来源姜维没敢交战就主动撤走了 这只是一次试探而已 双方都没有任何损失 第二次北伐姜维强攻夏吾霸 郭怀率大军赶来 姜维担心后路被断再次主动撤走 这次郭怀提前猜到了姜维的进攻方向 姜维虽然反应迅速没被郭怀围坚 但也没能攻克夏吾霸镇守的维持 白白消耗了一些粮草和兵力 这应该算一次小败 第三次北伐姜维前往踏中 接应枪族叛军首领白虎文和治无带等人 命廖画镇守成冲山 郭怀命夏吾霸追击姜维自己强攻成冲山 姜维甩开夏吾霸回师救援 成功的完成了接应任务 将白虎文治无带二人 连同少量的枪户百姓带回了树国 郭怀到底也没能吃掉廖画 这其实是一次小胜 第四次北伐姜维一山修筑驱城 留郭安和李韶分率兵马首城 姜维自己则长途跋涉去进攻西平军 结果驱城内的蜀军被陈泰困死 仓促回军的姜维也差点被郭怀和陈泰包围 姜维跳出包围圈后再次返回 意图声东击西进攻逃城 却被邓爱识破 最终郭安和李韶无奈投降 虽然连续失利 但此时费医还在世 姜维手下的兵力不超过一万 损失最多也不过数千 可算得上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败 第五次北伐姜维进攻西平军 俘虏了敌将郭修 可见姜维应该是取得过一些小规模胜利 虽然并未破成 也不能算徒劳无功 姑且算是一次平局吧 第六次北伐姜维枪攻原道不克 见陈泰来救援后引梁进而撤走 劳势无功小败一场 第七次北伐姜维占据敌道 在乡武城外斩杀敌军主将徐志 歼灭了一辈与自己的卫军 又连续攻克河关临头等地 牵走了陆西大量百姓 这其实是一次大胜 第八次北伐姜维在逃税西岸 歼灭王精率领的数万卫军主力 只是后来在围城时 被赶来救援的陈泰骗过 失去了地利的优势 姜维攻山失败 只得暂时退往中体 这无疑又是一次大胜 第九次北伐连续更换进攻目标的姜维 在段谷被邓爱成功堵戒 最终大败而归 第十次北伐 姜维出唐洛道 在洛谷口与司马旺和邓爱对峙 期间姜维多次下山挑战 司马旺和邓爱都不应战 直到十个月后 姜维性性撤回 这是一次平举 第十一次北伐 姜维在喉河再度被邓爱击败 姜维退往踏中 北伐至此结束 很明显姜维北伐初期的主要对手是郭怀 中期是陈泰 后期是邓爱 单看战绩将为三胜三平五败 只能算差强人意 去到那些没有真正交战的平局 和影响不大的小胜败 姜维两次大胜一次大败 两次中等规模的战败 与魏军基本算是旗鼓相当 平昏秋色 要知道 蜀汉与魏国存在着巨大的国力差距 要知道这十一次战役 全部发生在魏国的地盘上 姜维没有地利之变 且全部都是进攻的一方 要知道这十一次战役 姜维几乎没有任何一次拥有兵力优势 且是在敌军一意待劳 以屯田区 粮仓 坚固的防御攻势和城池为依托 而姜维只能跋山涉水 在层层设防的敌军腹地 串插转战 在粮草转运困难 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 完成的 在姜维不断兴兵北伐的二十年间 魏武两国也曾在中路的京北战场 和东路的淮南战场上 爆发十余次激战 二十一年 孙权命全从 祝然等将领 分别进攻雀杯和樊城等地 结果全从遇到了 为正东将军亡灵和扬州刺史孙礼的 顽强抵抗 武军伤亡过半 全从手下有十余名高级军官战士 不过此战卫军也死伤惨重 双方基本算战成平手 樊城的祝然 则是被赶来救援的 为荆州刺史胡志给拦在了城外 两个月后司马懿赶到 祝然匆忙撤退 在三周口被司马懿击败 损失了一万多名兵士 及大量的战船和军需物资 二十三年正月 孙权命诸葛克进攻陆安 击败魏国首将谢顺 将陆安附近的百姓 强迁至卢将军等地 但听闻司马懿即将亲自前来迎战 诸葛克就主动烧毁迎战 渡江撤到了柴丧 二五零年底 司马懿命周泰分兵进攻防陵 诬陷和指挥 王姬进攻一陵 王场攻打将陵 此战 东吴作为防守的一方 仍三路溃败 周泰连战连结 斩获破风 王姬正面包围了 吴府军将军布鞋 暗地里派兵攻袭 吴军的粮仓所在地雄妇 缴获了三十万户粮食 俘虏了包括吴安北将军 谭政在内的官兵百姓数千人 王场则是在将陵城南和城北 两次击败诸葺 武将中礼帽徐敏被斩杀 数千吴军战死 诸葺军中的铠甲 兵器 经其战股等物资尽数被王场缴获 2525年 诸葛克甩诸义丁凤等将领 在东兴堤大败胡尊诸葛弹 斩杀数万卫军 缴获军需自重无数 但近一年后 诸葛克侵舍二十万大军 进攻荷卫新城不克 武军大败 失衡遍业 255年 武丞相孙郡 趁着冠秋剑起兵反叛 命票将军吕俊 和左将军刘赞 并分两路进攻寿村 可当他们到达寿村城下时 才得知冠秋剑和文钦 已经败逃 寿村已被诸葛弹收复 于是吕俊和刘赞 只好原路折返 诸葛弹命不将曹专和蒋斑 分率数千步骑兵 紧随其后追击 刘赞被蒋斩杀 吕俊则在击败了曹专后 返回脱高 两路兵马一胜一败 没有攻占一寸土地 反而还折了大将刘赞 257年 诸葛弹反叛 为了接应文钦等人突围 吴大将军孙称 命朱毅率军三万进攻扬远 结果被周太击败 死伤了两千余人 孙称见状将丁凤和黎飞等将领 也派到了朱毅会下 又给朱毅增添了五万兵马 命其再度向寿村靠拢 朱毅先派人将粮草自重 运到了都路 然后进至黎江 石包与周太前后加工 合力阻击朱毅 狐猎趁机率军沿小路奔袭 将吴军的存粮全部烧毁 断了粮的注意 只得引军撤回暗风 同样是公元二四零年到二六零年 这二十余年间 同样是十一次交战 东吴除了诸葛克 打赢了一大一小两场胜战之外 其余不论施攻势守 再未取得哪怕一次胜利 要知道 这些吴军将领们手中的兵力 往往要比江维富裕的多 除了诸然曾遭遇司马懿之外 其余对手王陵 周太 王姬狐猎等人的水平 并不见得比郭怀 陈泰 邓爱 高 要知道吴军的战场条件 远比江维优越 他们既不需要翻山越岭 徒步千里 长途跋涉 深入敌后 也不用忍受粮草转用艰苦 军需物资 常年接济不上的痛苦 与权从 朱继 朱义 这些江东名将们 动辙 折损数千 乃至数万 军需自重 一气遍地相比 江维的战绩 很差吗 但与诸葛亮比起来 江维确实还是有差距的 这种差距 不是军事指挥能力 而是在战术和战略眼光上 诸葛亮五次北伐 两胜两败一平 除了辽胜于吴的 五都阴平二郡 也没在地盘上 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但这并不是在战绩上 就能完整体现的出来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先命赵云和邓芝 率直一兵 走包袭道 牵制曹真手中的卫军主力 然后亲自将关怀包围在上规 堵住了卫水道 最后命马素镇守接亭 截断龙山道 在上规接亭一线 切断龙西与关中联系的意图 非常明显 可惜马素被张合击溃 诸葛亮只得撤军 第二次北伐 诸葛亮选择强攻陈仓 如能攻陷 诸葛亮大概率会北上进攻拥陷 从陈仓拥陷一线断龙 无奈号召意志坚决 陈仓固若惊躺 两次断龙失败的诸葛亮 在第三次北伐中 将策略调整为围城大员 敏城市攻打五都阴平二军 吸引郭怀来源 试图在运动战中 歼灭魏军主力 拳来郭怀反应迅速 才没有被拒见 第四次北伐 诸葛亮决心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使用蚕食手段 拔除骑山堡和上规 这两颗坚固的钉子 于是诸葛亮修建鲁城 留下一部分兵马 强攻骑山堡 自己侵衰大军 包围上规 抢收城外的清脉 进而背靠鲁城 击败前来救援的 魏军主帅司马懿 再次将上规包围 最终留守汉中的李延 谎称军粮不足 迫使诸葛亮撤军 第五次北伐 改出暴袭道 直指关中的诸葛亮 提前制定了两种策略 要么在运动战中 击溃司马懿的主力 要么攻占北渊 卡住渭水河道 在五丈远 北渊一线断了 诸葛亮这一手段 极其高明 成功骗过了司马懿 却不想竟被郭怀洞察 七夕北渊 声东击西 夜夕阳水两战 军已失败告终 司马懿又铁了心 避而不战 最终将诸葛亮 耗死在了五丈远 第一次北伐中的上规 第二次北伐中的陈仓 第三次北伐中的建威 第四次北伐中的七山堡和上规 由于战术运用得当 诸葛亮屡屡突破 蜀军总兵力 其实要少于卫军的烈士和短板 在局部战场占据兵力优势 诸葛亮在纵快良意的大战略下 以断笼为主要目标 以屯田养民 兴修水利 铸剑城池 严防死守各关爱和战道险要处 打造坚固的汉中防御体系为基础 先后使用了移兵牵制 声东击西 攻城抢梁 围点打员 运动战决胜 等多种战术手段 服役研发八战图 诸葛连弩 牧牛流马等先进的阵法 军械运输工具 但竟杰斯穷尽心力的 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尝试 可这些 姜维大部分没有做到 即使学会了些许 也多是皮毛 没有领悟到精髓 诸葛亮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 于是选择放弃关中 着眼于龙西四郡 但诸葛亮并不拘泥于西晋 五次北伐 只有两次兵出其善 大部分都在尝试新的路线和方式 每次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变化 姜维虽然也学诸葛亮攻略龙袭 但十一次被发 只有一次走唐洛道进攻关中 其余全部都是从七山道死客 诸葛亮抢收上规城外的青麦 强逼断粮的司马懿与自己开战 七山堡周边同样种植有大量卖田 邓爱也曾担心会被姜维抢收或破坏 可打粮食战 却从不在姜维的考虑范围内 并出包邪道的诸葛亮 被司马懿和郭怀堵在了五丈元之后 又开始尝试在北渊和阳水两地寻求突破 姜维也在落骨口与司马望和邓爱对峙 可这是一味下山挑战 除了陪着敌军干号之外 束手无策 为求稳妥 诸葛亮极少分兵 可也曾命赵云和邓芝率一兵迷惑过曹真 曹真南征汉中时 诸葛亮一边防守 一边派魏言和吴义轻装北上 在阳锡谷大败过怀 姜维与胡继约好两路并进 却在途中连续改变进攻方向 没骗过邓爱 反而将队友晃得头云目眩 诸葛亮苦于在隆西没有根据 就修建鲁城作为立足点 并以此破了司马懿前后夹击的前行攻势 大败魏军 姜维也修建渠城分兵助手 自己却舍尽求远 带着主力千里迢迢去进攻西平军 结果西平没攻下 渠城内的守军也在绝望之下开城投降 至于明料化贾义在白水修桥 暗地里偷袭逃城 一面强攻圆道 一面大张旗鼓的扬言进攻敌道的 这些声东击西之际 别说骗不了动若关火的军事大家邓爱 就连司马昭这种二流级别的统帅 都能一眼看穿 同样的声东击西 到了陈泰手里 却骗了姜维连续三天 在敌道城南路设下伏兵 最终失去地利之变 逼得姜维只能强行攻善 战术上学诸葛亮有形无神 战略上也完全不知所运 想要夺取隆西 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步步为营 首先攻克齐山堡 然后逐城逐地的蚕食隆西 要么切断隆山道和渭水道 阻止关中地区的卫军主力 吸尽支援 迫使隆西各军的官民百姓 主动投降 但姜维却既不蚕食 也不断隆 十一次北伐 姜维从未进攻过齐山堡 上规陈仓等重镇 而总是将南岸郡 隆西郡 甚至是遥远的西平郡 作为主攻方向 回顾姜维北伐用兵 我们总是会充满疑惑 第五次北伐中 姜维一山修建了两座渠城 吸引陈泰等人来攻 蜀军可以据成坚守 魏军只能露营于旷野之下 姜维为何不以城池为依托 与陈泰等人周旋 消耗魏军 反而要长途跋涉 去进攻西平郡 以至于城内的蜀军 寡不敌众因缺凉而困蔽 西平荒郊辟野之地 又远隔千里 即使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 姜维数次围攻敌道 第七次北伐中 敌道长李简开诚投降 姜维成功占领了敌道 又连续转战向武 河关临陶等地一路功无不克 斩杀了前来支援的 魏军主将徐志 姜维完全可以在此地长期经营 或等待魏军再来增援时 携大胜之威 再次谋求胜利 魏和只满足于牵走了一些百姓之后 就要在魏军主力并未前来迎战的情况下 仓促撤回汉中 既然将为攻占了敌道 也无意长期驻守 又魏和要在下一次北伐时 击溃了王军的大军 在已经实现了歼灭敌军 有生力量的既定目标之后 还要不顾张义的反对 强行围攻敌道城 最终徒劳无功 虚耗前两兵马 被陈泰逼退 不蚕食 不断笼 占了地 不经营 破了城也不坚守 东野狼头 吸一棒子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将为到底打算 以何种方式夺取弄隙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